有解柯文哲松口说要找郭首正谈 还说郭台铭因为是爸爸关心责乱 外界看来柯P的态度放软了 不过北市府顾问也是鸿海投资对象的翟本桥说 三创自知没有弊案 台北市府查不出大问题 未来是谁给台阶下还说不准 郭台铭是他爸爸 我想有时候 大概父亲关心责乱 我觉得他是这样 所以我想日后的这种处理事宜 我们直接找企业业主负责人 郭首正亲身直接谈就可以 三创BOT争议终于有解了吗 柯P总算松口要谈先找小郭来 我们在旅行性的会议沟通都是顺利的 那今天已经开的是第27次了 所以一向沟通顺畅 事实上郭董长子郭首正亲自出征 先跟财政局面对面话有玄机 他说全力配合师傅 那如果是这样 师傅说照合约走 照合约走就是要复工 在三月初之前把它完成启用 市北市府顾问 同时也是鸿海投资的 合配科技创办人翟本桥 堪称是最靠近科郭两人的关心人 透露三创三月如期完工 是可能的 比如说我前几天去产发局开会 里面就有提到说 在三创园区里面会设立一块创业原地 那所以我相信如果都停下来 对台北市民也不是好事 不过要柯P真的要见郭首正 恐怕机会也不大 今天有指定一个专案小组 会来处理这个三创园区的事 那目前我们这边的召集人是财政局局长 仔细看鸿海登报声明只是要求政府公开资讯 虽然写暂停施工但前提还是要配合政府 话都没说死 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有去讲三创园区 我说排顺序还轮不到它 其实回顾科P处理三创 不像远熊快刀斩乱麻 据说就是因为三创真的没把柄可抓 谁占上风说不准 重点不在租金 重点是在那一块要怎么用 我想是这样 政府的目的也不是说纯粹要去赚一些钱 双方都留有台阶就看何时复工 划下尾声 东森 曾经书 欢迎订阅台北报道